那么在他们的西方媒体当中叫萨西尔人民一共的利益 这个人民其实就是否定台湾自主义 再也回到自由主义 于是叫新自由主义 所以以英美为主的西方公共政治的迈道大概就重担过来 自由主义台湾自主义 新自由主义 那么这两个自由主义有些东西是共通的 两个自由主义他们出发点台 他们考虑问题的方法上是一样的 就是个人文会 就考虑问题是个人文会 individual这个概念特别重要 这就是西方文化跟中方文化的一个最大的不同 我们思考问题叫社会文会 他们是个人文会 他就认为独立存在的个人是最重要的 个人自由的家超过其他所有的家 是吧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自由主义主义台湾 个人文会 然后个人的要看一切 然后从个人文会就推导出 经济政策必须是私有经济为主 然后对应的是自由市场竞争 就忠忠看不见的手 不承认市场对市民 那个 然后坚决反对那个政府官 政府管制 这个经济上 社会政策反卖 其实像NGO管制 那不是政府管制 然后政治呢 就是提起到小政府 对政府 就是加以各种各样的事业 那个 自由主义的 新老都是一样的 这是最基本上的一个东西 差别在这样 就传统那个自由主义 对应的是产业智能 新自由主义 对应的是 金融智能 这是根本的 传统的产业智能会导致一个结果 都要搞一点通过文啊 对产业智能来讲 很重要的是 把东西卖有去变现 实现价值 所以一定要搞通过文啊 有一个钱 不是每年通胀 就发毛嘛 发毛老百姓就愿意花钱 涨那么用啊 发毛就是买我的东西嘛 所以财子们 就比较喜欢通胀 金融智能是反的 金融智能特别讨厌通胀 所以过去几十年 所有的央行 第一顿目就是反通胀 通胀压低 通说预生利率就很低 利率低 就是我筹划 我金融智能筹划的成本就很低 是不是 所以金融资本从特点 就是反通胀 把利率倒低 也就是把自己筹划的成本倒低 就是大家给我的钱 收到我家 收到银行这 然后我进到 都给你换 换了钱 只要是不能给他 而且呢 还独一进入创新 用各种的衍生品 创造性 你存着我这一块钱 是什么 劳动所得 你是有东西对应的 知道吗 那个是实的 我通过金融资本 反正一块钱 变成十块钱败出去 你想想 我本身借钱的成本低 然后一块钱 可以当十块钱用 这个金融资本就厉害了 对不对 这就是过去三十几年 新自由 就是一个游戏的一个观点 反通账降低 然后再加进一块钱 所以结果就倒了资本 实际上成本 在金融资本手上 非常非常便宜 但是他放在于 实业资本 可以倒了很贵很贵 所以就 形成了这个金融资产 就是泡沫的钱 你想 各个观点都赚你钱 对吧 然后 这个游戏是有 有逻辑的顶点 玩到最后来 就出现了 富地利益 15年 欧洲、日本同时出现了 富地利益 或者是游戏倒门了 咳咳咳咳 现在在欧洲、日本 你现在你存钱啊 什么有利息啊 还要扣钱 这实际上是耍油盲了吧 对吧 我的钱给你用 你不仅不过的利息 你还扣我的钱 这是个耍油盲 就彻底临成本了 对吧 那个 对现在在德国和日本 有一个东西啊 这几年卖的很火 就是那个 小型的那个保险柜 大家现在有钱 就不存银行了 就直接往家里 是吧 放银行 我还去办手续 还存半天 之后还给你扣 就存银购嘛 我就直接回家里就完了 那个 现在问题就来了 一旦到了福利 那个就是 这个国际就是 完全不合理了 对吧 大家的钱给你用 然后你再把大家的 失业资本 再买回去 那个 等到失业都买完了 你没有东西可买的 所以这个经济运作的 逻辑就中断了 所以欧 美国在零以上还有一点利率 那个 它15年是 利率的0.25和0.5 很低的 现在稍微涨了一点 现在是0.5到0.75 要涨了一点 但是跟美国 美国通膜上1.9啊 跟通膜上加密 美国实际上的处理率 涨了五年也有什么样子 对吧 我们的利率就得了 比通膜上的利率 我们其实也有这处理 然后地域这么低 那个 那个 银行所上的钱这么多 但是 实业资本还拿不到钱 我觉得 就是金融资本的贪啊 就把自己的关系了 金融资本本质上 作为实业服务的 对不对 你把你的服务对象给搞死了 你还怎么活 你是个提升筒啊 你把宿主给搞死了 对不对 你自己不要死过去了 对金融资本 我个人认为 玩了将近四十年以后 已经就玩到头了 玩到头就导致一个结果 就是在 看 萨奇尔主义 银行主义的发源地 英国和美国出现了 民粹主义的 它的发源地 开始反弹了 反弹以后 我相信在最后会改变政策 现在我看川普的认识 就开始就惊讽的 往事业这么转 而且会影响咱们中国 咱们中国应该是过去三十多年 接受新自由主义 最普遍的国家之一 中国可以说 基本上大部分的经济学家 都是接受新自由主义 对吧 所以最后他们也得改 对不对 他现在跟学生讲说 我老师讲了 现在大家一看 我给老师换了 所以他这个我估计也得改 一定要知道 世界的新自由主义 潮流正在立场 然后因此政策都会影响 然后中国的思潮 民进也会影响 好 下面我们看到川普当选 对中美关系影响 这个应该是大家更关心的 那么关于这个东西的影响 我们说两句话 第一 对中国作为一个国家 没有什么影响 中国很大 很独立 跟蒙国不一样 那个蒙国啊 他们心里上 都让你依赖美国的 美国换了老板 他们心里忐忑不安 中国内容是跟美国 确实没关系的 我们属于那个穷孩子 闯家户 巴布人 Doi等 都自己闯回来 所以你爱换水换水 所以对中国没有影响 但是对中美双边关系 还是会有一点影响 但是影响到底是什么 程度呢 现在我们其实都不太清楚 我们只能做一点猜测 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川普这个老兄 到底有多大的政治实力 要100天以后 也就是5月初 全大 他1月20号执政 到4月20号 就是三个月 是吧 再加10天 是100天吗 这样叫做5月份了吗 所以呢 任何下结论说 川普就会怎么样 现在都早了 现在呢 就是说 我们都说 猜测不可能 这样 比较靠谱的 结论要到100天 对中文关系影响 应该也是这样 比较到100天 那么下面呢 因为那100天以后 也就是50天以后 我们才有靠谱的 相对靠谱的结论 现在 今天就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 我跟大家分享一件 不靠谱的预测的话 那个 川普上台 大概对中美关系影响 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呢 会出现 比以前规模大一点的 经济摩擦 这是一个 这个老兄 他是经济民族主义者 他自己用的是 经济民族主义者 人家保护美国人的经济 所以现在 中国又是主要的贸易摩擦核弯 他在一个讲演 公开讲 中国是操纵会议的冠军 是吧 公开讲了 所以 他肯定会做点做 完全不做 他自己没法交代 所以呢 会整理一下中国 但是不会像他 竞选的时候 这样做 对所有中国输美产品 都正 100%都正面 45%的关键 这个做不到 这点可以放进 几个年 一个类似点 就是美国 中国输美产品 有40% 是那个 美国在华公司 反销美国 这个是他们 自己压的孩子 是吧 自己孩子这么舍得打来 对吧 这个事实可以排除吧 还有二次呢 叫劳动力气 就是那个 像我们的衣服 玩具 那个 家具 塑料制 箱包 就是 一共是那个 七大类啊 劳动力竞产品 站到对面 出出了二十多 所以这个呢 因为美国是 彻底不升他 对吧 他那个 那个 劳动力比较高 然后 那个 环东 那美国都不不升他 所以这一部分 他不不升 制裁别的地方 所以 大概 有六十五的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放心 大概 四十是美国老师 你才不会制裁 二十五的 他这里不升他 你才不会制裁 剩下的三分之一 那么 但是呢 就是这个也不是太奇怪 实际上你说 每一个美国总统 没有被我们进行保险制裁 每个都制裁 但是这个老小呢 会规模比以前大一点 所以这是第一个预测啊 在经济上 他将对我们实现 实施 规模比以前大的 有限制裁 然后呢 对中国人可能更关心 一个安全东西 那个 在竞选当中 他曾经先后 谈了 对我们的四张安全感染 就是南海 海海 俄罗斯朝鲜 都是四个方向 都抱怨 南海 牛建岛 对吧 平白了 导致了好多岛来 那个 迪勒传说 这个就像俄国人 抢那个克里米亚一样 改变 国际限度 那个南海 平用 那个川普赢了以后 是不是跟我们那个 那个 那个 伟省长 那个 蔡英文 那个 搞了十五 十五分钟 叫川战通话 那个 那个 另外呢 在推特上 下过门 说过去 八任美国总统 都受一个 中国运速 然后说 说我们受运速了 中国人给我们什么了 什么都得给 所以呢 他说我得跟中国人好好谈谈 应该台湾问题 然后俄罗斯呢 他直接好像没怎么说 他下面的人说 就要 连路俄自华 然后朝鲜核问题 他也说过 说中国人赚了这么多便宜啊 我要你办一点事 管一下朝鲜 你不理我 对不对 你看得办 总之 就是进展当中 他在四个方向上都批评过 大概自然是有点担心的 从现在看 这四张牌 大概有三张牌是废的 俄罗斯牌肯定是废的 对吧 打不起来 美国国内 访问性就这么强 俄美关系基础太脆弱了 他们之前没有什么贸易在了 然后几个问题就建议克里米亚 叙利亚 俄罗斯牌 然后中国的问题也很好 所以俄罗斯牌肯定是废的 不用想了 台海本来现在暂时他又说回去了 是不是在元宵节前呢 他给咱们习主席写信了 他就打电话了 一个信一个电话 你们都强调 他尊重 一个中国政策 他的英文言文是这样的 I will under 完全的policy 我尊重你的中国政策 他可以说回去 说回去呢 应该是这样的 肯定是下面 沟通的结果 外交部下面肯定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外交部肯定是下面做工作 除了外交部 还有别的沟通 包括杰克马华运 我去忽悠他 是吧 反正还是真实的都会忽悠 那个 没有承诺 给任何个投资 一出手就是说 我给你创造一百万个就业机会 是吧 老老给你忽悠晕了 然后你跟他谈到事实 是属于谈得很长的 而且很客气 把他送到我底下 安倍是不是 他的方便 之前 那个安倍是不是 那个 安倍 他宣誓以前去过一趟 宣誓以后又去一趟 宣誓以前去那一趟 其实就很尴尬 对吧 那个 就是上面谈了半个小时 然后又没有数码 咱们一顺下 对不对 杰克马还是 但愿好一点 对吧 两位尴尬在这 他一个人下来 人家就问他 谈得怎么样 他说谈得挺好 然后这个人是值得信赖的 然后在他回去 他目的就是劝那个谁 TPP 劝那个特朗普保证 TPP 是吧 如果他一回去 特朗普就宣布飞了 TPP 然后 那个 然后日文媒体说 在那个 遵守竞选承诺 会TPP方面 他是值得信赖的 哈哈哈哈 今天的话 应该是两百次 有点本次了 什么投资都没有许多 他就去了 弄得老婆就晕了 你看那个孙正义 那个 叫韩国一 日本人吧 是不是跑到美国说 投资 那个 忘了 很大一个数字 他也承诺 创造 那个 五万座一 七百年 那种 然后那个安倍 说是投资 一千五百亿 那个 创造七十万个人 马云平之后 我就带一张嘴 来给你 创造一百万 就可以 就是这个吹牛 那比川普厉害 所以 叫一马平川嘛 所以 他现在情况 他在台湾问题上 有一点下坡 他现在反正缩回去 是吧 超乎的问题啊 最新的动态好像是这样的 好像中美国在接近 很有意思 同位呢 那个 我们 我们 在春节以前 就 商务就出台了一个 很长的一个单子 对朝制裁清单 春节以后 就二十八号 就终止 煤炭结构 对朝鲜 就一样 因为朝鲜 对我们出口的 百分十六 所以 所以 朝鲜特别 我觉得现在是 我们得向美国靠谱 所以现在美国觉得很满意 是吧 美国不是说 你们非给办事 要签署 不给你办了 是不是 办事还挺好 所以 所以 我觉得三张海啊 现在还不谈那张海 海 俄罗斯 朝鲜被他了 现在唯一剩下的 还是南海 我看 就是两周前 美国是不是有个 卡尔文 登号 河中级他们在这个 南海的断这边 那个 断来后面有一个危险 就是军方有一个部分人 还是想闯我们的十二海里 那个 这个闯十二海里 主要是表示一个政治决心 就不承认中国新建的岛屿是岛屿 那个 因为根据国际海上法 是这样的 就如果你这个地方有一个岛屿 你就拥有十二海里 然后拥有二百海里 专注经济群 如果是交 你就只有十二海里 没有转身进去 那如果一个东西叫低潮高地 什么叫低潮高地呢 是涨潮的时候你是看不见的 落潮的时候它会落出来的 这叫低潮高地 那个低潮高地 你只有五百米安全线 知道吧 然后咱们在南沙建的七个岛 全部都是低潮高地 就平时看不见了它 所以以下来就知道了 我们深深地给它造出来一个岛 我们人工种了一个岛出来 这个我早想着 中国人种是天国太好了 那个不光是这么多人家 种大楼 还种岛去了 这个是比较新的一个东西 现在美国有使命的 在说你能玩呀 只有五百米安全线 它承认那个 那个下面低潮高地是你的 它是根据国际法 就只有五百米 你不能说十二海里 十二海里 它就知道是二十多公里 因为一海里 一天八六公里 十二海里二十多公里 它呢 它为什么要闯来 就是不认你这个舰是保的 就是低潮高地 你说人造军方有一方面 有这个想法 那个 咱们中国军方其实也是很紧张 因为我们的意义上说 老子见得岛 就是岛 对不对 那而且是自古以来的 尽管你 他就是自古以来的 那个 当然美国军方有一帮人 就是要从 他这个动作主要是国际法 就是老子不来你 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那个 他敢讲 主要该怎么解决 美国军方相当于无人 是想报一下 这样就算 咱们军方也是有政治用 我们去看看 非常紧张 怎么问了 我也不知道 那个 有一种办法 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 中国人来把很多 就是那种老体的船 就很老 但是他用的是船 我们刚刚 那个 那个 那个就很坚固 就是报废的铁船吧 给他弄一瓶过去 就是防伪的板线 然后美国船真猛 往里面走吧 我们就用那个老铁船 撞他 美国船都是河堤 很贵的 但是很软 一撞就扁了 然后 然后我就给他做一些费 就撞了 你打不能打 打就是打蛋了 那个 又不能打 又得把他赶出去 什么反乱 反正我们现在 船业发达了 那种破船的拖担 就从一批 就把这些地方搭了 他把那些官员来 就算了 他的不经壮 就是越好 越脆弱 就是这个矛盾 越土的东西越坚实 我们土东西很多啊 总之 下个节奏 就是川普上来 大概是 直接影响了两个 中美关系 直接影响了两个 经济上 他的摩擦规模 危险大 但还是有限的 安全上 主要的危险在大海 其他台海 暂时没什么事 超选 他暂时是高兴的 俄罗斯牌 他已经不想了 他没错 那么 中西来讲 有这么一个影响 就是川普有可能 在经济上 或者某种成功 然后美国经济 会获得某种小羊村 那个 川普到目前为止 经济政策来 还是五个要点 第一 就是贸易保护主义 把那个 对美国的 那个 产业有竞争的 那个对手和感触去 那个 保护国内产业 第一是贸易保护主义 第二 是那个 对美国国内 进行 实业投资的资本免税 降低他的成本 提高竞争率 第三 就是那个 放松金融管制 因为现在美国没有钱了 他得靠金融管制 就是放松金融管制 就是让那个 那个职业骗子 发挥他的天赋 创造更多的虚拟质 知道吗 显得流动性很好 其实没钱了 但是招了那个 我没有钱 有时候那个 就是没实力的土豪 就会这样 真有 各有实力的土豪 身交是逼的 没实力的土豪 就是他会 张亮 拍的很好的车上 他都很搞的戏 其实都理之一 必须不在 他因为他要骗你的钱 来换他的意外 那个 然后呢 川普现在也干这个 原来奥巴马 是还要增加了一点 金融管制 现在他上来 把他给废费了 那个 这是第三个啊 通过那个放松金融管制 创造虚拟质本 第四个呢 就是大规模的老基金 所以第一个基金 投一万亿美元修路 拍一脉这个道理 要想付先修路 那个美国呢 是三十年代 新政开始大规模修路 修得非常的好 这个修路的狂跑 一直持续到六十年 差不多四十年 每个七小八都修得很好 那个 后来都饱和了 但是问题从六十年到现在 五十年过去了 他后来没有翻新 所以现在美国的基础 是很老化的 也确实需要去翻新 那个 所以他现在 多一万一年 想翻新一路问再说 这个从中国的经验来讲 对拉众基础非常有效 确实是有效 马上就基础提升了 马上就难免到就业上来 确实是有效 附带奖 我们很多钢铁企压 越越欲吃了 觉得这个可以赚钱了 结果川普注意到了 他在一个推特里面明确讲 说我们这一万一就是给美国工人的 你们中国人想都没想 你只要你还先电机造我的 不可能 所以就加了这个精密吧 他早就把那个墙塔了 最后一个经济政策的 第五年 就是温富传统产品 他现在很有意思 他要恢复的是煤炭 石油 当铁 汽车 空调 这种产业 很传统的 所以反来就看有一个评论 说世界已经看不懂了 中国在提倡 那个创新 搞高新产业 美国在恢复传统产业 是吧 第一支门嘴 大陆的领袖在修墙 准备闭关守国 第一个最大的共产党领袖 包与自由贸易大器 这是世界 他们怎么反正答错了 那个 但我个人推算 其实从过去三十年经验来讲 传统产业 对经济GDP的增长 是特别有限的 就是川普这个玩意儿 如果不贵 就是 筹钱没问题 很多人说全打开 钱没问题 为什么 美国国债还是卖到非常好 还是最有价值的金融资产 只要不会提高国债结合 卖国债筹钱一点就没问题 钱是没问题的 所以主要是 看他能不能有本事 说不出他国内 国内的共产党 共产党 不过这个计划 过了钱两个问题 钱砸进去 美国GDP震产被上了 他吹了牛吧 说去年GDP震产 一年到老子今天要搞到3.2 以后要搞到4 这个我直觉有可能成立 知道吧 你看今年要3.2美国GDP 就仅仅20万亿美国了 他去年18年9万亿啊 大家算一下 3.2美国GDP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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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万亿多啊 到20万亿之间 好